4月18日下午 中国中科会泽在汉天卫视演播大厅 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以关爱生命关爱健康 将大爱奉献人类为主题的 中科会泽第四届中美爱情孝勤节 将在今秋十月的洛杉矶盛大举行 中科会泽集团常务副总裁李帅 洛杉矶华裔聚集的多个城市的民选官员 乔领汉天卫视总裁李继等新闻媒体出席了发布会 北京中科会泽唐生物工程技术线公司 是一家以唐生物工程技术为依托 以老年健康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多元化企业 营销网络遍及中国26个省300多个城市 拥有近千家健康服务中心 此前中科会泽曾在中国、韩国、俄罗斯 举行过三届爱情孝勤节 爱情孝勤节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为很多中老年人 弥补他年轻时候的遗憾 大概有几千对的中老年人 我们会为他们过金婚、银婚、钻石婚这样的婚礼 那么还有很多单身的老人自己生活 我们要弘扬孝勤、敬老的文化 所以为他们做孝勤感恩的活动 而且我觉得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更是繁荣和富强的象征 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来到美国走一走看一看 所以借助这样的活动 我们也要实现更多中国老年人的梦想 世界第一行中科惠泽情 第四届爱情孝勤节2016年10月 将在美丽而浪漫的天使之城洛杉矶举行 今秋10月将有4000多名中国嘉宾 相聚在美国、相聚在洛杉矶 开启浪漫而甜蜜的爱情之旅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承接中科惠泽 拿他们的爱心回馈社会 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孝道 那么支持老年人 弥补他们一生的遗憾 组织了金婚、银婚 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美国,尤其在美国 我们电台积极支持这种企业 拿他们的引力、拿他们的业绩 回馈社会这种行动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